摊开来一大块不是普通的毯子或垫子 而是为了避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保护 炭火烧得噼里啪啦 火花飞来飞去 不过喷到防火垫 一点事也没有 只有浅浅痕迹 的确你今天直接在烧久一点 它的确有可能烧穿一个洞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看我这样烧 我没什么事情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至少说不会造成整个火灾 它的话就会这样 像这样子黑黑的而已 然后烧久了它一定会有点乳气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它整块不会烫 就是只有烧到的地方会烫而已 防火垫主要是要保护环境 还有发生火灾 保护自己多一点 只有人会把防火衣直接穿在身上 这样一来就算是有火花飘上来 也不会造成燃烧 防火衣就跟消防军用材质差不多 有的还能耐高温 就算不小心离火源太近 也不会受伤 不过价格通常不菲 而且冬天比较适合 比较容易入手的是防火垫 材质常见细胶或是玻璃纤维 功效一样差在价格 玻璃纤维比较便宜 100到200元左右能入手 但皮肤敏感可能会引发过敏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有碰过就是 有人就是直接裸地生火上面放它 但是它还是烧穿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它只能在短时间内 不要让你整块烧穿 但是你长时间去烧它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会破洞的 即将迎来中秋佳节 无论是要烤肉还是生营火 多一层防火措施总是安心 或是简单一点 准备多一点水在旁边 不花钱也有保障 东山新闻的权猴仪妙梦节在台北采访报道